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人来都想推广原始点 那这是我的感受 我说大家推广原始点 是为什么 帮助病人利益众生嘛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就该怎么样 虚心学习 虚心学习啊 你看我 我的老师是谁 病患 而我对这些病患 他们用生命来视线 教导我 放下我以前的所有一切的 我执我见 然后让我能够脱胎放骨 有成长的机会 我感受良心啊 所以我是用一种感恩的心情 那这些患者 甚至用生命来告诉我答案 让我真的刻骨铭心 有时候真的有一点痛不易生啊 真的看到这样 你如何不能说不潜力以赴呢 所以这促使我 有一股力量 夜以即日去修改 是动力是来自于这样 那我随时呢 放下我直我见 也就只要你们有好的意见 只要患者能告诉我更好的答案 我过去写的 全部一笔勾销 过去写的 今天写的 明天有更好的方法 我不会留念今天 所写的这一切 随时归零 所以原始点不断的一直在往前进 它速度越来越加速 因为我没有我个人的知见 我没有 那一切以病为师 这才是他的精神啊 那你们今天如果要推广原始点 如果失去了这个精神 我告诉你 原始点的推广 寄慢 而且还有阻碍 甚至到最后伤害原始点的 都是原始点的人 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当你有自己的意见 你不再虚心了 你觉得你已经成就了 你已经很厉害了 那再来你就会想 我也要自成一派 不是 这不是不能的 但是这样呢 这个也自成一派 那个也一派 到最后呢 派别人力 民众不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甚至说实在 前几年在大陆 我也听说很多 这个都是事实 有人说 张医师也不是什么 有什么能力的人 我很想跟他比我 比什么呢 比原始点 他要用原始点来跟我比 比什么 比手法 他是跟我学的 要跟我比手法 那所有的手法又不是最重要 重点在什么 位置 然后他要跟我比什么 你舍了这个位置 难道是比这样就可以吗 而真正重要的是位置啊 我花了五年 你要跟我比什么 如果要比你干脆再去创意 一个门派吧 对吧 你建立一个体系 那看患者对你能不能肯定 何必来找我比这个 然后我年纪大了来欺负老人家 你以为你体力好是吗 怎么会这样 这个也是常见的 也有人说 哎呀张医师这几年都在教学 手法肯定不行 他以前录的已经是十年前了 新加坡的 就像骑脚踏车 久没有骑 可能也骑不动了 好像久没有吃饭 连筷子都拿不稳了 哎 也有这种说法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我慢啊 你学得好我恭喜你啊 那是犯者的福气 但你却拿来这个 来跟我比那算啥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些 然后还有一些人学了 就说 我肯定手法已经超过张医师很多了 有没有这样说法 有啊 然后张医师这样 没有我比较 我应该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 我每次遇到这样 都无比的痛心 我随时都放下 我所有的研发 随时都可以改变 只要为患者有利 我随时都可以改变 为什么 我的目标这些研发 不就是为患者吗 不是为了要跟你们比武的 就是教你们 结果你们来 反而要跟我打对谈 那不对啊 是应该教你们 是应该来服务患者 对吧 不够细心 而这样的人多不多 多不多 多啊 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学了 揉了有效 他以为他已经无所不能了 那用的不都是我的位置吗 是怎么比呢 是吧 所以我才想到 古人为什么不教学生啊 他一定要怎么样 三年四个月才会把你教成 前三年叫你扫地 拖地板 泡茶 扫厕所 这样服侍我 对不对 然后看你品质还不错 最后三个月 啊 干脆把原始点 一条脊椎七处告诉你好了 是这样来的啊 但你们得得那么快 成长那么快 却反过来 要跟老师比较高下 然后越看张医师越不顺眼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然后再隔一段时间 连理论 你看我的姜用的又比它好了 哎呀 怎么会这样 但随时都听到 但是这个我都无动于衷 因为这个不是我在意的 但是我看到这样 只有一个痛心 因为应该学会 第一句话来的 你就要随时反思 你的出发心是什么 你的出发心很显然嘛 你是推广原始点 是为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不是要来跟我比武的 对吧 这个很清楚 那既然是这样 就更应该虚心啊 受教啊 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我也是这样 我们老师是病人啊 对不对 那这样才对 而不是学了 就开始质疑 譬如说 哎 哎 今天我讲 二十公分到四十公分 不对啊 西医是怎么讲的 那个只能怎么说呢 扯后腿 在我看的 既然我已经公布 你就这样用 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但你却在理论上钻 钻牛角尖 这样有帮助吗 没有 那我教手法 一定是适应患者 为什么要九十度怎么样 那为什么 我会这样教 就是这样患者才会感觉 比较有效 所以我自我修正 其实在还没有发表 新加坡之前 我的手法已经自我修改了 不下两三次 我是这样来的 所以当你手一拿出来 我告诉你 你就是原始点的人 你这一招绝对骗不了人 只有原始点有这一个手法 那你从原始点出来 你还要创什么门派呢 你所有的门派 就是学义 好好服务患者 如果还要比什么 那就是自私自利 跟你的出发金 已经相违背了 这不是学习之道 这也会让人家看清啊 你看我在这一个过程中 我不是想什么 我随时都想退 急流勇退 那舍不得各位啊 舍不得这些病骨众生 所以一路还是继续研究 夜以继日 也不惜我头发白了 都破出去了 要不然我可以过得更好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一句话是我真的 从内心要跟各位分享 一定要虚心学习 而且要深入词法 随时要有归零的感觉 不能说哎呀 我的一定比书的内容好 你不要跟书比 也不要跟我比 你有种真的有能力 你自创一派 自己讲自己的 让民众来信 这样是不是最好 那如果没有这份能力 就不要这样拖到嘛 对吧 这样害了原始点怎么样 又分成很多门派了 那原始点的精神也丧失了 因为没有一条路可以走 然后好像学习的人 哎呀这个也说超过张医师 那个又比张医师更厉害 那张医师创造了很多神级的人物 我是凡人 因为他已经超越我 那就是神级人物了 我是这样封他们 但我一再讲 我不是神 也不是菩萨 我什么都不是 我就是凡人 那如果你也认同 你虚心下来 你也是凡人啊 清出于难 胜于难 那是自己砥砺 自己自修 而开创出一条新的路 开创使原始点的路更长 比如我讲江当灌场 你觉得江稳泥灌场 你讲的比我好 我就用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清出于难 而不是非把原始点打在底下 你最厉害 这个没有意义的 这几年来感受很多 我常常讲 哎呀反正这些批判也好 诽谤也好 反正甩都不要甩 为什么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不甩他们 我好像常常我讲的 两岸延伸提不住 青桌屋已过万重山 我还是走出来了 但还是不得不提醒各位 既然大家也听了课 以后希望各位能徐徐 不管徐到什么程度 就是学习以病为师 随时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我怎么会 学了几天出去就自称为师了呢 对吧 这个不好的 但我今天跟这样讲 是真的是这十多年来 真的感受蛮多啊 所以深入此法 你不但能够照顾好自己 自立 达到自立立人嘛 才能圆满你的发心 这不就是你要的 那你再来看下去 再者原始点以病为师 所以你也不要说 你是在帮助病人 当然你发心是这样 但你有一个 我要施舍给对方的时候 你就已经做大了 你已经傲慢心起来了 连这个心都不可以有 了解吗 这个很重要 原始点它是一个 助人帮人的法 但同样 也是一个修心养性的法 它不但让病人受益 也同样正在成长自己 提升自己 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 悟到以病为师 那你以及说帮助病人 你不如说是什么 学习把病人当老师 不是你施舍给人家 是你把病人当老师 以病为师 所以是学习尊师重道 这才是最要的 那你跟我打对台 也已经没有尊师重道了 这个都违背了 原始点的精神 对吧 不是做人的道理 然后最后要成就的是什么 你如果能这样做 最后成就 无事的奉献 这是高超的情超 这也是佛法中讲的 得无所得 才是最高的境界 你还要得一个什么目标 那那个目标不就是明 要不就是力吗 这对你而言 学的原始点反而堕落了 不是在提升 所以今天有感而发 因为时间还过我发牢骚 所以多讲了几句 但欠各位真的是真心学习者 应该抱持我最后的这几句话 大家以此共勉 好不好